12 那我講過說12一定可以開2003 如果說你的版本太新有時候這個群組是開不起來那就掛掛在這一行 OK 那他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list workbook pass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 Workbook就是說我現在Excel檔案的位置.pass就是我會取得一樣的位置 斜線的話這邊要不要改 要嘛因為我們資料庫名稱叫什麼 叫做問題1點什麼呢 點ACCDB嘛對不對所以這邊的話請你改一下 問題1 對不對然後 點 資料庫如果是2007以後的版本負檔名都什麼 ACCDB 這個是基本常識 如果是2003的話什麼 點什麼 點 MDB OK所以 副檔名不一樣如果是2003就是點MDB 2007以後是點ACCDB反正你用哪一種 資料庫建立起來你就記得他副檔名就可以了OK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我這個檔案的位置第一個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呢把它開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這邊ABC這個 因為我們除了說可以用那個什麼的用參數來傳遞之外 那我之前也有做過範例什麼 利用input bus輸入啦不過這個地方ABC我不用 所以把它刪掉 然後再來的話呢 SET 後面一串 其實這一串 所謂SET MyCount 點 EXQ這個地方最困難 EXQ意思是說呢 我要利用ADO 他裡面的這個connection 去 傳遞 我的什麼呢 SEQUEL譯法 給誰呢 給那個 SS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不是有在那個 SS裡面練習嗎 直接key對不對 那實際上這個key的動作呢 就等同就是ADO傳遞到那個key的那個地方 再幫我執行起來 他直接可以在Excel裡面做 做這個動作 那只是說你要必須 傳遞一個正確的SEQUEL譯法給他 這個是最困難的地方 好 那最後這一行 EXQ SET這個不用了 這兩個不用 查的結果 因為我如果需要 新增了 然後再查回來的話 就下面這一行 然後放在哪裡 那這兩行其實不用 然後關閉這個也不用 這個不用 因為我只有開那個